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6月04日 拿波里时应森多利亚 周一凌晨 一甲末轮继续有好戏上演 拿波里将在主场面对森多利亚 轮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一甲冠军拿波里面对提早笃定降班的森多利亚 实力差距之大肉眼可见 而且前者本轮又是主场作战 天蓝军团是以胜利回馈球迷支持 尽管早已锁定一甲冠军 拿波里收官战主场初级依然希望 好投好尾结束本赛季 可以预见球队真胜欲望不减 留意天蓝军团近期表现 在锁定冠军之后确实有点松懈 但他们并非没有求胜之心 输给蒙杀之后 近二轮分别击败国民 以及战和伯洛尼亚 目前处于两轮不败当中 拿波里面对森多利亚绝对是强弱悬殊 前者目前手握对塞巴连胜的夹击 历史上主场布迪森多利亚更加要追溯到1998年 拿波里心里层面占据着绝对上风 此外 史伯尼迪曾28次率队面对森多利亚 其间战机为19胜5和4负 胜率接近7成 带领拿波里曾三度实现临风取胜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三场临风胜利中 玉陀奥森汉和合计攻入三球 可以期待拿波里在尼日利亚前锋的带领下主场称雄 阵容方面 后卫经文栽庭赛受罚 前锋西容罗兴奴因伤眷情 前37轮战霸 森多利亚以19分位列积分榜倒数第一 早已笃定降班 球队士气无疑十分低落 综观本赛季 森多利亚足足20场比赛十百果 24个入球的数据有机会创造一甲进5季以来新低 防守方面至今仅有4场力保大门不失 期间多达24场比赛最先失球 攻防发挥堪称灾难级 再者森多利亚及其不擅长做客 期间18次出征负率高达72% 与拿波里的主场胜率72% 22% 形成鲜明对比 前者目前还处于做客三连败之中 其中均场失4球 仅凭借老将法比奥加利亚雷拉攻入一球 试问这样的表现如何抵抗拿波里 另外门江亦美奥迪路和前锋谢斯等多人因伤缺症 森多利亚在人员配置方面同样遭受巨大打击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